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哈佛的F7 很多 这个车是20年20分上的牌子 表现里上7万多公里 是2.4 遵响 就是说2.4自吸发动机 Vtag的五档自动变速箱 前置前驱 你能想到的配置 座椅加热了 定速巡航了 倒车影像了 全都有 优点就是配置很高 缺点是这个车前脸顶过 就是杠 灯 前面这些晃过 有小事故 但是价格便宜 还不到11万块钱 如果你喜欢这种跨界的车 发动机变速箱 都没任何毛病 大架子基本都很完整 有点小瑕疵 就是价格便宜 如果你喜欢 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眼 这台哥斯图的配置 还是挺齐选的 智能钥匙 无钥匙进入 旋钥匙的一键启动 电动门窗 电动后视镜 后视镜可以折叠 大灯带清洗 倒车雷达可关闭 ESP 多功能方向盘 这边蓝牙电话 这边是巡航定速 这个你能想到的东西 它几乎都有 这个自动大灯 2.4的VTAC发动机 无数的自动挡变速箱 座椅带电加热 电动电加热 真皮座椅 带天窗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车内饰保护的非常好 磨损程度也很轻 自己加装了这种 安卓的行车接路仪 加倒车影像 加导航 唯一的美中不足 就是这个车前面顶过 换过杠 灯 潜规类 但是大架子 发动机变速箱很完整 这个车适合新手练车 如果你不介意 它曾经有过小事故 这车价格便宜 如果要是这个年限 14年的车矿好的话 得13万以上 这个车现在只有10万出头 能省两三万 我觉得开起来没有任何毛病 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 歌诗图的后排座椅 类似于巴黛雅阁 非常宽敞 后排空调出风口也有 这边是烟灰缸 这是后座扶手 这是中央扶手 带针皮打孔工艺 非常宽敞 地台高度也不是很高 坐两个人很舒服 坐这儿的近身和宽度 都非常理想 坐三个人也不显得拥挤 这个视野很好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关注 歌诗图的车尾非常有特点 它是介乎于轿车和SUV之间 是这种6倍式的 只看前半截就有点像轿跑 下半截像SUV 这个跨界版的SUV就是这么个样子 只不过歌诗图升不风时 它出来的时候太早 这个歌诗图最早都是3.5的 价格比较贵 后期出2.4的价格比较便宜 但是它出来的太早 中国人还接受不了 X6当时是一枝独秀 后期也有跟进的 包括奔驰的很多车型 但是现在国产的也开始跟进 还算是比较多了 这个是遮阳帘 很大面积的储物格 空间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喜欢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车虽然有点瑕疵 但不影响使用 跑起来没任何问题 最主要价格便宜 如果你喜欢 可以来看看 毕竟一台车你能开多久呢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呢 可以关注我们头条号 呼喊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